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星火的好朋友 Eddie上來和我們聊聊 Eddie 歡迎你 我是曼牧師 你好 Eddie 你可否說說你是何時拍星火 2005年第一集 《警察故事》30年 說警察的生涯和生命危險 令我思想到我們有不同的路向 可能是榮與獄 生與死 但也由神來掌控 當你這個見證出門後 有甚麼迴響 我很多同事和朋友都看過這個見證 教會也請我和我們分享 希望我的見證可以和信或不信 都對他們有幫助 知道我們人生的目的是甚麼 你拍攝時剛剛退休 現在這十幾年之間 你繼續來服侍忍神 就算我退休後 我繼續在警察團契幫忙查經 另外有一個紀律部隊的基督徒團契 包括消防、海關、警察 總共有八個 你覺得作為一個紀律部隊 他們要信耶穌 有沒有一些地方是有困難的 我們要負責執法 香港這麼複雜的環境的時候 都要面對很多的引誘、思探和挑戰 如果我們跟著聖經的話語來做的時候 靠自己的能力是完全兩回事 團契裡 最初弟兄姊妹就可以分享聖經的話語 用我們以前的經歷來分享的時候 大家得到幫助 神也會幫我們 我們便可以放心地來做 有一次我都被邀請去參加消防團契的一個報道會 他們都分享出去 執勤的時候面對很多風險 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危 都知道唯有神在我們身邊真正幫助 我記得我上一次的分享都講到關於沙士 就不能夠因為有個危險我們不做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做正確的事 而有神在後面掌控一切的時候 我們便放心 現在我在教會做師班 教育方面我亦都是兩間學校的校董 比較大型的工作 就是福音聖會 17年剛開過一個全港性的報道會 你想做是很多事情要做的 千萬不要放手 感謝Eddie希望繼續使用你的見證 你的生命 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你當日的故事 好嗎 好 我們一齊看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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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方面对我日后来在警察部工作 亦有很大的帮助 身为警察 自然希望升任冲锋陷阵的任务 得以平暴清雲 不过马克尔在当中 却学会另一套升职的竅门 有一次当我在一个行动的位置做完之后 要调到另一个岗位 我希望有一个更加有挑战性行动的岗位 让我来做 即是所谓有机会扎职的位 但我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要去一个行政比较多些 或者挑战性没有那么大的职位 来到驻守 我当时有一些失望 当有一个高级警务人员 是我上司来的 但他亦都是一位基督徒 当他见我的时候 他跟我说 不要紧 你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 当很多人躺在这里做人的时候 你不需要跑 你在个位置站在里 或者坐在里 已经被人忧胜 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就是你担当任何的职位 你都要做得好 最重要 你在每一个工作崗位 尽量发挥自己 尽量发挥自己 出色的工作表现 令麦sir在警队中扶摇直上 虽然为高权重 但他却活出一套 与别不同的生活态度 例如在我们那个年代去做 指挥官的人 很多时候都有一定的架子 但文本卿就没有这个架子 他和同事都很平和 而且有些人就很喜欢称 叫做什么 表示他的背份很老 文本卿就没有 他也不会去收马仔 也不会成为人家马仔 所谓就是埋堆 有时我们一些同事 可能上司有些不同的兴趣 例如有些喜欢买马的 很多时候会跟着他去的地方 但很可能就会影响我们 基督徒的见证 但一样会去社交 我觉得社交是需要的 假如你躲在义角 别人觉得你都不去 和大火而在一起 那哪些地方是需要参与 哪些时候有个界线 自己要画得很清楚 虽然基督徒 可能在一个群体之中 是少数 但他也有责任 向人表达他是基督徒的身份 这样的时候 令到他有很多麻烦 是可以避免的 不过 麦sir的警队生涯 也并非完全一帆封信 甚至因此遇到信仰上的冲击 但他都一直默默坚持 我记得有一年 当我去到一间警署 做指挥官的时候 我去到 就发觉我办公室那里 墙外面 就以前有人 就擠了一个照妖镜 那我去到 就把这个照妖镜 拿开 但我去到这个崗位之后 没有多久 那些罪案就上升得都很重要 有些同事就跟我说 不如我们拜一下关帝 但我就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因为我认为 有时罪案的高低 跟偶像完全是无关的 反而我首先从罪案的分布形势 我们怎样调配人手 各方面来入手 就希望我们将人手调动得好一点的时候 可以控制到罪案的上升 我亦都将这件事交代给神 结果在同事大家努力之下 很快的罪案形势也下跌了 所以这件事也看到神是有他的带领 拜祭鬼神 在警队中是相当普遍的风气 令麦sir自觉在工作以外 也都肩负起一份特别的使命 警察部很多同事都有拜关公这个习惯 我想基本上这个反应就是 人对很多会发生的事情 不能够掌握到 人是有信仰这个需要 但他就不知道是信哪一个神 有一次有些同事说 他说我们不如玩蝶仙 因为当时玩蝶仙的风气也挺盛行的 但我在场的时候 蝶仙真的不动 我说是否因为我信基督教 所以邪灵也不会在这儿 我离开了之后 真的请到蝶仙来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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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后来想起来 这样做法也不太好 因为好像有试探神的目的在这儿 但这件事也证明到 这个世界上是有蝶仙的存在 它也可以做很多歧视 但我们不要说 将我们的信托交给这些邪尼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信托交给我们的真神 1999年8月 台风集港 赤落角机场发生了一宗严重的凶难 当时麥sir正是新界南总区的指挥官 机场是我管车的范围 所以我就打电话去警察电台 问一下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当时那位控制员已经没有空 招呼我了 就是说蓝帽子又如何 冲锋队又如何 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 去到时知道飞机着陆的时候 机翼碰地 所以断了一只翼 那辆飞机就反转了 即是所有在飞机里的乘客 都在头上脚下转转 情况是非常混乱 那辆飞机也曾经着火 但幸好因为大风大雨 那些火势很快就关掉了 即时有两个乘客丧生 有一个时候也丧生 所以总共是三个乘客丧生 有些同事去到现场回来的时候 全身都湿了 但它不是说只是雨水 是那些飞机的电油 全身都有一阵电油味 如果当时有人是 点着打火机 或者想吃烟的时候 一分钟它都会烧着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同事 和一些乘客 当时的情况是挺危急的 这件事件也让我看到 有时很多情况 是天灾人祸 我们控制不了的 有些突发事件 我们只能够尽量做得好 但始终的结果 都要交托给我们所信的神 对新经百战的麦sir来说 就算枪林弹雨 它都可以沉着处理 但是一场沙士 它是前所未见的挑战 淘大花园 就是我管理范围里头的一座大厦 受到沙士的影响是很大的 原本就是医务署和政务署 就是负责执行封锁令 但是也要我们警务署的同事 就是协助他们解释封锁令的意思 以及要封锁现场 所以我们的同事 是在最前线的工作 你试想一下 那些市民忽然六点起床 上学不行 上班不行 想离开大厦不行 全部封锁了 所以我们同事就要很适当 来处理一些市民所关心的问题 封锁行动也进行得很顺利 但事后我们有一位同事 南武子的同事 他负责封锁在外围 他也染了沙士 要进医院来处理 我们的同事去到一些开窗的现场 反而他们懂得如何防备 因为真刀真枪 他们的警觉性就会提高 但是沙士是无形的病毒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病毒在空气哪里 当时如何感染 但是这件事呢 我们也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做 集疫成球 为了团结一股可以彼此激励的力量 麦sir也身体力行 积极参与警队内的信徒聚会 我们希望这群信徒可以团结在一起 我们可以互相扶持 可以分享我们的困难 一起如何在我们的工作里 发挥得更加好 每间警署我们都有聚会的时间 方便我们同事可以参加 最重要是他的心 如果他有心出席聚会的时候 他一定找到方法 如果他没有心的话 就算我们天天有些聚会 他都未必会出席 虽然退休告别境界 不过服务人群的心依然火热 麦sir愿意出任 纪律部队团契的总干事 继续贡献所长 我相信神带领我到警察部 做了这么多年 不是偶然发生的 神在我身上有一个计划 那我就要尽量跟着神的带领 来做得好 希望我在警察部 在我的教会 在我的家庭 都有一个好的见证 一个很真实 很肯去追求基督徒 就算他退休的时候 都很以神为中心 放下自己过往的职级 专心去做义工 甚至做义工的工作 做义务总的时候 不单止是没有钱的收入 甚至是乐意去奉献 在警队三十年 我觉得是神给我一个机会 在警队那里来服务市民 我觉得这么多年 神给了这么多恩典 我现在也应该尽我所能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五饼二鱼这个例子 因为神儿子如果他剩下五块饼 两条鱼 最多就是他自己吃饱 或者令到他家人吃饱 但如果他肯将这五饼二鱼 交给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可以喂饱很多人 我也希望将我以前一些 工作的经验奉献给神 让神来使用 看完今集《星火重现》 有没有为你带来鼓励和启发 圣经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刺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稣很爱今集的主角 愿意和他同行 同样今天耶稣都很爱你 很想参与你的人生 让你走上一条 精彩又丰盛的恩典之路 现在请你跟我和耶稣聊几句 亲爱主耶稣 我承认我的人生 很多波折 很多困难 我觉得很不开心 我帮不到自己 我相信唯有你最爱我 最能够帮助我 我愿意打开心门 邀请耶稣进入我心里 做我的救主 求你带领我 走上一条光明的路 将盼望赐给我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让星火长延 让生命改变 多谢你一直欣赏和支持星火飞腾 我们会继续务 拍摄更多感动人心的 例子故事 无时无刻支持你 欢迎你 很多既精彩有激励的生命故事 请你立即追踪 CBNHK的YouTube频道 和CBNHK的Instagram 还有星火飞腾的Facebook 这几个地方 都是我们最新发布影片的平台 请你耿贴CBN 多回应 多赞好 多分享 和CBN拍着撑 祝福更多人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看破坦望的世代 归手 见精神 慈爱